今天是5月5日 是24这区当中的入荷 也代表正式浸入夏天 经过煮饭的六甘店有口气红 在都推出阿红西渡榜 特别选在入荷这天 来做薄草米 请六甘店老当会中备来评讯 打开人生 里面是刚才炒好的薄草米 原来这是六甘地区 在入荷这天 一定会吃炭桃米食 里面这些草米里面是南薄 有南荷米 南薄料 还有烤肉 滷软 豆干肉 还有白菜肉 可以说这些都是古早米的 这样可以吃到老老老 真好 六甘店老人会试团 一个人情话这个葡萄米 除了鵝肉好吃以外 也来感受到夏天真的来了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试团健康吃百里 以及金鸣材败 麻醋疼 从古早以来就是这样说 如果吃这个荷米 薄草米 对我们老人真的有这个 好像是 吃荷米 很不在乎 吃薄草米 永远都是富贵 原来就是民间有这些用心的印象 因此六甘店顶有科技红 为了团形这种传统 再度变成为阿芳塞 等到立下这一天 做这个薄草米 车市大街 也来典现六甘米 市的特殊美力 我们五月找到 農了三个日子 可以说一年当中 二十四这期 走来到立会 尤其今天立会 可以说正式迈入一个夏天 尤其今天 我们阿芳塞肚帮 特别以后来到老人会 来到中间 共同来共度立下 尤其今天阿芳塞肚帮 也推出了一种料理 可以说 不过来炒米 以及焢肉 还有我们这个 滴冷 豆干肉 还有白菜肉 孙子汤 一起跟长辈来共享 这个立会 这个解析 尤其这个立会 可以说是三个 定义是我们的蜂蜂 也可以代表 让在市长来吃这个蜂 让他们可以身体健康 可以身体健康 尤其今天大家在这 也可以共度立会 让大家可以体会到 吃到这种蜂 就是今度这个夏天 并且到老一部的关联 跟传统在地底温 再多团融出去 到中华新闻林贵英 我刚才红包的